大家好 我是Alisha 加拿大政府住宅移民顧問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一個國會每年做了一個移民報告 現任政府交給加拿大國會 想和大家分享四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關於這個報告 加拿大在2019年收了34萬1千個永久居民 40萬學生簽證和40萬工作簽證 超過100萬人去了加拿大 第二個重點是 經濟系統和商業居民 除了34萬1千的永久居民 通過經濟系統去的時候 有20萬多 加拿大34萬1千 加拿大40萬的永久居民 總共有70萬 有20萬 即是三分之一是經濟系統去的 第三個重點就是家居居居居居 即是父母、祖父母 和怨戸居民公民的 抑� приход人和座家庭 有2015年那個製作時是21個月 加拿大政府和受選民的厄力 在這個誹 wood的區域 現在每個月預約6,000個應用 直到最近一個月 寫稅時間可以下降到13個月 第四個重點就是 加拿大的政策想多講法文的應用人 2019年講法文永久居民的申請者是2.4% 2023年目標達到4.1% 如果你講法文才講法文 在Express Entry 會多加30至50分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首先有甚麼最新情況再和大家見面 有甚麼關於加拿大的移民計劃或問題 請你PM我 我再會和你separate 一個private conversation 今天先談到這裏 拜拜